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都是好多动物 这个船上好多玩的东西 我能玩游轮还可以 但是我最长也就待五天 因为时间长了我就比较闷 虽然船很大 玩众也很多 我还是不太喜欢 好在我们去的时间比较好 我们是去年年底 然后在船上过的十七年 就是元旦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说不定就碰上新型冠状肺炎流行 这要是船上来的一个超级船摩托就惨了 就跟现在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 那些倒霉的游客被关在那儿 还染上这个病毒 所以我们还幸运算事没有 我们回来了 我们就去了 之前去了Key West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去了 这个迈阿密的国家公园 叫Evergade 这国家公园有很多鳄鱼 叫Alligator 中文叫短鱼鳄 区别于这个Crocodile 当然这也是假的 真的我可不敢说往里发 迈阿密海滩不错 这城市还是蛮喜欢的 也比较整洁干净 据说夏天很热 蚊子多 但是我们冬天去的 所以感觉很好 至少没有加州这么多流浪汉 和这个砸玻璃车窗的 回来的时候 我们又经过了 Orlando去NASA 因为我女儿对这个航天事业 很感兴趣 运气特别好的 我们最后有一天 还赶上了 Elon Musk的SpaceX 就是钢铁匣吧 他的公司发射 内星的火箭 Falcon 9的火箭发射 我们那天晚上刚好赶上 就等到看着火箭发射 拍了照片 运气还不错 我回到家就待了一天 然后马上又去了Arizona 从我家里开 我需要开两天 去干什么呢 去参加我们 我们这种车 这种房车 Facebook group Facebook就相当于 微信群的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owner 我们这个车的车主 我们有这么一个组 在网上有什么组织 因为我们这个车的工厂 已经倒闭了 上次我在Bruce的interview里面也谈过 结果我们很多文修这方面的东西 大家必须得自己琢磨了 自己解决 好在我们这有个群组 大家都特别热情 有很多很handy的人 他们就把自己的 把这个车拆了好几次 搞明白怎么回事 怎么修 什么使用的技巧 然后就在那个群里边分享 除了分享以外呢 我们这次还 每年都有 我们在沙漠里面 在二岗岛的沙漠里面 我们还组织这种 这种聚会 给大家选一个 这个 这个 金纬度 因为沙漠里边 这个 反正是空地 哪个是 到不是空地 也不用钱 你就 告诉我们 金纬度 让大家从 美国各地 就开车过去 大家约个时间 跟大家在那边聚会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军会这些人 这是航拍的 我们这些 这些车 都停在这个 这个 沙漠里边 我们重点 有个火队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互相 聊聊天啊 而且互相去学习一下 这个 一些车的 我们这个车的 一些知识 有些热心的人呢 也帮我们 去解决一下 这个 你有的问题 普及一下 那些 这个车的知识 我这次 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找别人帮忙 报个那个 太阳能的 太阳电视系统 做了一些改进 回来的时候 我还去了 因为在沙漠里边嘛 所以我每次去沙漠 我都会拍一点星空 因为 沙漠里边 空气比较 干 而且比较干净 所以 可以看到很好的心情 我每次去沙漠 都会拍一些 这个 银河呀 或者 像这种 叫Star Trek 就是因为地球在自转 所以呢 如果你曝光时间 足够长的话呢 你就可以拍到这个星星在 湖边 我在那儿露营 这个城市有点意思就是 它有一个景点 叫London Bridge 这个London Bridge 实际上 就是 原来在 London Bridge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 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那个London Bridge 已经不在London了 现在跑到 这个 Lake Harvassu 是一些商人 把它 编号 运到 美国 就在这个桥上建起来 原装的 这个 这个 伦敦 伦敦 这一条 也做了一个景点吧 回来又经过了这个 这个Mahave Desert 这是这个叫Mahave沙漠 这是在这儿露营 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 手机信号 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虽然比不了中国 但是比以前好很多 我以前到这个地方 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信号 完全是在火星上 这个 这次还不错 我在里边 信号 还挺足的 都可以 远程工作 这地方很适合 躲 这个 这个瘟疫 觉得最好是自我隔离 这附近 连个鬼都没有 比如野生动物 连植物都很少 比如这样的地方 还有水 这只水很轻 喝起来 一点问题没有 都是那个冰川融水 死亡谷呢 我以前也去过 这次因为有时间 我就又去了一趟 回忆当前 感觉这都是死亡谷的照片 去死亡谷的路上呢 还有一段 因为从Mahave Desert 到那个Death Valley 我因为是在沙漠里边 所以这段有一段路是这个 没有 Pairment 就没有铺装的路 就是一个土路 当时我还蛮担心 说我的车跑起来行不行 后来还可以发现 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这么条路 两边这些树 这种植物 叫Joshua Tree 叫Yasuya树 是这边特有的一种植物 实际上我认为就是一种仙人掌了 死亡谷比较有特色的一点 就是它是美国 应该是西半球最低的地方 它实际已经在海平面下了 以前是个盐湖 后来盐就都干了 也水头都被蒸干了 然后剩下都是盐 你看这是我在去死亡谷路上 停在路边 这些白色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雪 我说这个温度这么高 雪早就要化掉了 怎么还不化呢 因为死亡谷很热 我就停车下来 我还仔细看一看 拿手里一看 哪里是雪 都是盐 实际上这一片大概有 可能上百平方公里的地面 全都是盐的结晶 就像我手里拿这个样子 死亡谷的地貌是很有特点 这个反正是我自己感觉 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国家公园 这些山啊 这些石头啊 都特有特点 这张照片就是在 整个西半球的最低点 这个地方在死亡谷 国家公园里面 叫这个buy water 就是坏水的意思 一度的坏水 大家就讲 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有一度的坏水 它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在这个 在山上有一个标志 我现在看不听在哪 太小了 这个标志告诉我 这个就是海平面 海拔零米 那么我们人就在这下面走 这是海平面以下 我的手表 是能记录这个海拔 它果然就显示了一个负的 这个负的负 负262负 还挺准的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是在海平面以下 这个262英尺的 这个海拔高度 这个在平时 在陆地上很难找到 这样一个地方 拍摄这种峡谷 最好就是在日出和日落时间 所以为了能够拍日出日落 基本对人起得比较早 这就是我第二天 露营 从露营地 我们露营那个地方 往外看 太阳刚起来 手的峡谷里面照着的样子 这是停在那个停车场 这些山看来还是蛮壮观的 照片比较多 我就不一一地看了 这个我今天就能没时间了 我可能感谢大家分享 去年我走这个西部大环线 跟我姐一起走西部大环线 去了好像像这个Zion 这个Brice Canyon Grid Canyon 这几个大的这个峡谷 孤家公园 有很棒的照片 今天我们不分享 我们改日再来分享 从死亡谷回家的时候 经过了一个这个地方 对这里 这个地方叫彩虹峡谷 这个照片不是我照的 这是我从网上照的 为什么要说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在死亡谷 国家公团里边 但它同时呢 是一个就美国附近的空军基地的 应该是海军吧 还是空军 也可能是海空军基地 来训练飞行员的一个在峡谷 有训练飞行员 这个近地飞行 就是在沿地面低空飞行的这么一个 一个训练基地 那么这个地方 刚会也在国家公团里面 所以你可以 如果那天有飞机训练的话 你就站在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看着那个飞机 从你的脚下 因为是峡谷嘛 它从你的脚下飞过去 就现在是这个样子 这是别人拍的照片 我那天去的时候 这个运气不好 没有训练的一天 所以呢 我就 看了看 就只好就回来了 死亡谷 还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我从那边回来 没多久 上个礼拜五 又跑去了墨西哥一趟 也正好是我女儿的 这个 Meter Break 所以我还有 比较多的时间 就去了墨西哥 从那个 这个 San Diego 边境过去的 这个 叫 Tavana 那墨西哥的城市 那城市没什么可说的 这是拍拍 我们一度录影的这个照片 这张照得还不错 这个其实不是我照的 这是我看的照的 赞 这是里面是我女儿 这个跳起来的 这个小姑娘是我女儿 她也不错 我太得照的 我把她倒出倒过来 这是我们家的狗Max 其实是个小狗 名着Max 因为不是周末 所以这里边人不是太多 沙滩上也很空旷 基本上没什么人 然后平时我经常去的地方 基本就是附近那些湖 像这个地方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是在硅谷里边的一个湖 它可以允许你把车就停到这个 回这个大坝上 那正好呢 这个就可以做到 就是我打开这个门 就是面对这个水 心旷神怡吧 我就在这个地方 支着电脑 在这车里边工作 就可以转身 就可以看到这个湖 然后有时候 就算在家工作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也是 只要天气还好 这个不是特别晒的话呢 我也就把我的这个电脑 就搬到这个我们后院 就是因为昨天看我的那个视频 讲那个比特币的时候 我是在后院里拍的 我比较喜欢在户外嘛 我就把电脑 显摄器还有支架 都搬到这个 这个后院里边 在这边来一边工作 一边呼吸新鲜口气 有时候也会去我们附近图书馆 这是在我们附近图书馆的工作 远程工作就是这个好处呢 就是你基本可以 想去哪儿都可以去哪儿 选择你心里最舒畅的 这些地方来工作 效益会比较高 你不会觉得很憋屈 远程工作可能也是个大话题了 可能我可能要专门 有一期来见到远程工作的事情 有好有坏吧 有好多人感兴趣 其实最近在玩这 我就说这么多 主要就是分享一些照片 我还会专门录一期 关于房车生活的 可能不止一期得有几期 因为比较长 先说这么多 然后我们把每一期做短一点 这样 大家不会觉得比较boring 这个话太多 路太长 好了 谢谢大家 Cheer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